Leo聊世紀 新鮮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馬力人對上伯伯仁 這場比賽也是阿拉伯比賽 這場阿拉伯是肥龍 對上viper的單挑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有許多可看之處的 我們來看一下viper選擇的文明是馬力人 馬力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彪悍精神騎兵攻擊力特別高 不管是他的弱馬或是駱駝還是重裝騎士 傷害都特別高 他的步兵單位每生一個時代史 遠防都會加一點防禦力 他的工兵單位雖然有強弩也有拇指環 但沒有三級色 所以他的工兵單位真的是很少的時候會用到 雖然也有其他職業選手有時候會打馬力強弩 但是是非常罕見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這個伯伯選擇的文明是伯伯仁 伯伯仁村民的移動速度特別快速 封建時代還有再加五可勝可以到0.88 伯伯仁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策略 這個馬舊單位都有八折優惠非常的省 伯伯仁的弱馬也是相當便宜 那他的馬攻單位也是超級厲害的 這個駱駝攻兵打任何的馬攻都有額外傷害的加成 後期可以打重裝騎士駱駝配弱攻 那其他部分就會稍微比較普通 但是也不能說爛 因為他有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步兵單位也算是可以用的 伯伯仁後期科技系統也是蠻齊全的 所以實質上伯伯仁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文明 好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現在看到這邊黃金在下方 果子在後面 黃金也在後面 這個看起來伯伯 肥龍看起來黃金是還不錯的 最後這兩塊礦區會比較難守一點 那前方有這個高地在 只能插這個高地 對手很容易把這個高地站為極右 所以伯伯肥龍可能要把這個高地 作為這個重點整理 這兩個地方 那wiper這邊是果子在前面 黃金在下方 看起來wiper的地圖是比肥龍還要慘的 但是他的圍法也不是非常難圍 這邊這裡稍微圍一下 下方這裡也可以直接往下拉到底圍死 但是不管怎麼圍 都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圍好 那很有可能 viper會選擇一個正面圍死 然後小圍這個地區 這邊也稍微圍一下 其他地方就是直接用自己的TC連防 都小圍小圍這樣子 這樣圍著口子的話 就是上下方 可能還是會有一個路徑 可以讓敵方入侵進來 所以能不能把這裡圍起來 應該算是蠻關鍵的 那馬力人這邊前期 其實很適合打這個工兵開局 因為他的挖黃金速度很快 而且這個攜帶量 還有這個挖的時間也是很久 所以前期封建時代 很適合打這個棒棒轉工兵 或者是直接工兵配肉馬 或是槍兵策略 都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那伯伯仁在前期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直接打騎兵單位 也可以銜接到城堡時代的駱駝工兵 那伯伯仁的前期打法比較正常一點 不會有什麼太多的快攻路線的模式 像什麼裝甲之類的其實會比較少一點 肉馬開局應該是伯伯仁最好的選擇 那肥龍這邊確實是打這個肉馬 瑪麗這邊也是 那邊都是肉馬開 馬上就點了一個農田技術 瑪麗人點農田 WIPER這邊的想法 哇靠 這個WIPER的槍兵怎麼戳死了肥龍的肉馬 有點尷尬 少一開始的肉馬 那肥龍這邊出門的時間 會稍微慢了一點點 稍微慢這一點點 很有可能會讓WIPER守住所有的資源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 WIPER這邊上面是把資源點小圍一下 下面這邊伐木 上面也可以稍微圍死 上面果然是稍微小小圍一下 並沒有要圍大 因為在封建時代初始 圍大是一件非常非常傷經濟的事情 千萬不能圍大 一圍大的話 你前期要打兇 就很難打贏了 好這邊槍兵戳一下 這邊直接村民圍死 WTF WIPER這裡太神啦 這個照理應該是要死的 這應該是Steam 哇再圍 哇靠 這個手術 WIPER 直接秀掉兩隻肉馬 一隻村民換兩隻肉馬 WIPER那個 太秀了 一村秀兩隻肉馬 一換二 結果這一還沒有被換掉 這個肥龍應該是 滿臉問號 這個 這個殘血的村民怎麼殺不死啊 瘋狂暴危 好這個就是世界冠軍的反應速度 好那VIPER這邊也是來騷擾 飛龍這邊也是把資源點圍一圍 他這裡也是相當不好圍的 前期要圍大這是很困難 那高手們前期不圍大 最主要的問題是圍大了 經濟就會差 所以他們會比較偏向於打架 專注於打架部分 而不會去專注去圍架 只要你圍的越小 就意味著你的經濟就越好 你的經濟就越好 按著肉馬槍兵工兵 數量就會更多 就不會這麼的恐慌了 好那VIPER這邊穩住金礦 開始要來轉玩打工兵了 馬力工兵開局 是一個很強勢的打法 黃金的數量很穩定 少量村民就可以量產出來 欸這裡一隻槍兵守住 但是兩隻工兵應該是會被砍死 槍兵很努力反擊 但是這裡肉馬數量太多 直接解掉 麥魄後面有一波肉馬想要繞背 但是這裡兩隻槍兵 OK這裡上去先敲掉 這裡想要把肉馬給圍起來嗎 但是肥龍這邊沒有辦法圍起來 死了一村 後面兩隻槍兵緊追在後 但是沒有戳到任何一下 好麥魄換方這裡又被騷擾到了 這裡槍兵數量有點少 好應該說是完全沒有這裡被迫收村 這一波肥龍也來到了一殺 OK一換一 槍兵回救一下 後面資源點這裡沒有圍好 可能又在十一村了 但是肥龍並沒有想要硬抓 直接挽回拉走 好那兩邊都是一換一的節奏 目前馬力人 VIPER是稍微領先 0.07秒 應該算是7秒 不是0.07秒 肥龍這邊呢 城鎮中心的閒置是7秒鐘 我個人認為在城堡時代前 一分鐘前應該都算是很正常 但是這個VIPER是有點過分 居然一秒的閒置時間都沒有 真的過分級 好那肥龍這邊是繼續按肉馬 按到9隻肉馬是有點多了 好這裡點下了品種 好品種補下 30秒 好後方這個村民 要小心喔 好工兵過來 點掉這兩隻槍兵 現在肉馬可以隨心所意 在這個虛域活動了 好現在不過 肥龍看到這裡 覺得不妙 這裡的農田區 可能會遭受大量的干擾 好但劍塔馬上就要建好 VIPER沒有決定要強攻 反而是選擇拉走 但農田裡面建劍塔的話 這裡的村民就尷尬了 哎呀這裡 對啊這裡趕快走了 好 好VIPER後面 是補了一個新的法務場 暫時沒有問題 有多強兵在這裡防守 好這裡再稍微圍一下吧 可能不要直接圍到底了 可能不要直接圍到底了 這裡要圍到底真的是有點太困難了 好稍微小圍一下 直接控住黃金礦 那肥龍這邊要找個機會 去後面挖這個金礦 但這個金礦 其實要挖的話也不太容易 因為隨時後方 這裡一直沒有圍死的狀態 還是會被受到騷擾 這裡可能要想個辦法 先把這裡的兵先解掉才行 好兩邊都是打一個大封劍 肥龍的肉馬標到了十隻 但是VIPER這裡呢 已經要來準備升到 城堡時代了 好那這邊就去控黃金 這邊做小小騷擾 肥龍這裡最大問題 就是沒有轉出射箭場 有射箭場的話 可能就不會這麼尷尬了 因為你的毛兵呢 可以反擊槍兵跟弓兵回去 好那肉馬是選擇了一個大肉馬爆 就是要用肉馬去盡情的騷擾 那VIPER是使用槍兵在家裡防守 下防這裡黃金去控制 給肥龍更大的壓力 好現在資源量 VIPER已經可以點一下城堡時代 但是怎麼沒有點呢 是忘記要升級了嗎 好這裡收穿 資源量 欸 MIFE這邊有失誤了 城堡中心的懸置 來到了1分50秒 完蛋完蛋 這裡史上有點多 欸還是沒升級 這個怎麼會這樣呢 MIFE這邊是失誤了嗎 哇這一村 就快反打 OK搞定 怪怪怪的 怪怪的 WIPER這個打法好像不太正常 升級 城堡中心閒置來到2分41秒 難道是他以為他很經典實彈升級了嗎 這讓肥龍好像有機會可以逆轉囉 好終於有毛病了 射箭場回來 產出毛病 好露馬就去囉 這一波VIPER死傷有點多 兩邊都是3換3 一隻肥龍還在暴露馬 這邊直接硬吃 吃掉了好多村民 四隻村民直接倒地 肥龍這一波打出了自己的露馬價值 OK現在36村打47村 VIPER落後10村 封建落後10村 怎麼 怎麼輸 哇靠這個又進來 哇VIPER這個名秀了吧 這進來 死了10村 差距來到10村有了 35這49了 哇VIPER這一波大爆炸 看來VIPER這一波要打贏是非常困難 多多人這邊 馬舟單位 城堡時代才有減免 封建時代爆眾多洛馬 其實是 蠻奇怪的我覺得 這個洛馬爆這麼多 如果是馬扎爾的話是能理解 畢竟這個折扣在吧 好這波槍兵上去又戳掉了一些肉馬 好上方 這裡補了一個市集 這個市集有點危險 村民可能要被抓 哇VIPER這邊村民又被抓到 好這裡趕快堵起來 然後把這個木門 木牆刪掉 槍兵就能進去 OK這個 把洛馬給關起來了 還是不用槍兵 直接拉一隻工兵過來處決 好好像可以 好這邊塔弓開始打起來 下環這根箭塔被拆掉 波波人這裡又再補了新的箭塔 VIPER升到城堡時代 先點下了二級伐木 現在金框被控的關係 暫時沒有辦法升級奴兵 除非要靠買賣 四級這邊才剛蓋好 好拉了一隻弓箭手 慢慢射掉 鎖著單位 槍兵下來回救一下 直接手撕這根箭塔 好這裡的箭塔 弓兵有很多 反擊這些肉馬應該是沒問題 好這裡一瞬間 倒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好VIPER這裡的弓兵 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擁有二級射的小弓 射程非常的遠 好這裡直接用戰崗模式 待會村民就會被打噴出來 一打噴出來之後 就要等著被這些小弓給射 村民直接往上繞幹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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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右邊的槍兵 繼續追逐殘血的村民 最後的槍兵全部都被射死 OK中午升級到奴兵 點掉這一隻 正在蓋箭塔的過來想要走 好這能走得掉嗎 雖然你有10%的移動速度加成 但是這應該是走不掉了 肥龍這五隻村民小硬蓋 結果沒有蓋好變成 倒頭箭塔 倒頭塔 這個尷尬 兩根箭塔都沒蓋成 這感覺是個伏筆啊 OK但是VIPER封建時代落後尺寸也是一個事實 所以現在肥龍還是有機會的 畢竟這些洛馬確實有打出很大的升價來了 好那VIPER這邊是補下了一個新的修道院 待會要來撿個生物 但是現在伯伯仁還在繼續噴落馬的情況下 森裡是有點危險的 那VIPER這邊是決定要來挖石頭 可能是要來蓋TC喔 因為他剛剛插了一些箭塔 所以現在沒有石頭可以補城鎮中心 好右邊瑪莉人 VIPER是補了青奇兵的升級 青奇兵這邊在騷擾 再抓個一村 有機會嗎 哎呀後面這隻槍柄有點疼 OK本來是點殘血的 結果直接收村沒有打到 好波波人這裡也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白河在下方 這五隻奴兵相當的麻煩 好但是現在到處都有箭塔 喔這邊收村差一點點掉這隻弓兵 這五隻弓兵還在這個農田 碰得很舒服啊 1 2 3 4 5 五片田直接被控住 貨馬過來 解掉一隻殘血的弓兵 第二隻有機會 OK剩下三隻弓兵了 那瑪莉人這邊也可以繼續打弓兵 然後待會再轉駱駝 那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會看到直接選手玩瑪莉強姆 就是因為城堡時代按了太多的弓兵單位 然後又投資了母子環 然後直接升到地龍時代打強姆毒化學 這個也是有的 好那Viper這邊是開始要繼續開TC 野外想要開 但是弓兵有偵查到喔 這隻弓兵已經掌握到這些村民的行蹤 勃勃人再次抓到了 Viper這邊的村民 這邊清奇兵要打贏這些村民 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情 Viper可能這邊要損失了非常多隻的單位 才可以解掉這些人 好這邊弱馬趕快回救一下 先解掉殘血的弓兵 好剩下兩隻清奇兵過來 Viper這邊又再次死了十幾村 但是下方Viper也是擊殺掉了一些村民 現在村民出現在是56村 帶來52村 Viper的3TC 惡農惡目 威力出來了 雖然看似自己損失很多 但是還可以超越對手 這個經濟實力 好那現在Viper的資源總量 也是大概領先比以前資源 大概是一個城堡時代的資源量 好右邊又開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先確保好這些礦產資源 好穩定性 黃金跟石頭全部都在了旁邊 好那瑪莉本身有黃金的話 基本上就不太會打輸了 但是現在伯伯人 馬舊單位又有折扣 現在要報騎士報陌妥 優勢是比瑪莉人還要大的 瑪莉人的騎兵一定要到帝王的時代 有飄悍精神之後 才會比較給力一點 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瑪莉人很容易被折扣騎兵給壓制住 還有這個折扣陌妥 好但是肥龍這裡沒有開下TC 那就很危險了 那應該是有察覺到 VIPER這邊是直接開TC 所以他的軍事能力並不是很強 待會波波可以直接挖寶 直接壓寶壓在VIPER的臉上 但是VIPER這邊要蓋寶 好像也不太容易被蓋到 如果要蓋寶的話 肥龍將從這邊下面繞幹進來 然後在這邊蓋寶 直接控他的主金 然後VIPER這邊農體 會更適合一點點 然後後面石頭繼續挖 再來繼續蓋寶 再把兩個層的東西給蓋起來 會更好一點 那肥龍這邊的打法應該是要來走蓋寶路線 因為他的黃金資源量其實不是很夠 要用資源單位去壓制VIPER是很困難的 壓寶策略應該是對於 活潑人這邊是最好的 畢竟自己的資源量不太夠多 而且人家已經已知3TC開農了 活潑人 VIPER真的要被壓寶了嗎 肥龍真的是要被 使出這招了 也不是說使出這招 當你經濟農輸人的時候 就一定要這樣打 好 VIPER應該也知道 對方來壓寶機率很高 因為我農了非常多的資源 那我兵也不是很多 那肥龍這邊的一舉一動 VIPER應該是會注意到才是 好 這邊看到大量的聰明過來 VIPER以為他只是要來入侵 殺寶而已 但這邊拉了這麼多聰明過來 果然是個蓋寶策略 好 這邊可以帶回古二級射 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 好 這一波騎士進去 砍個一波 直接把VIPER殺了一個 破手不及 哇 這些工兵好像有點多耶 怎麼好像坦不太住的感覺 有品種二級防 服務人好像坦不住 VIPER這邊的工兵實在太多 那城堡已經要蓋好 好 這裡要趕快撤退了 收村 OK 趕快轉出駱駝攻兵 好 VIPER直接在上方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防止 伯伯人 這邊繼續入侵 直接升差 後面的兩個城鎮中心 OK VIPER這邊防範意識非常好 既然這邊直接開大招過來 控我金礦跟TC 那我這邊就直接控個城堡 在高地 好 那 肥龍 這邊是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進攻之後 開始轉龍 但是沒有繼續挖石頭 是石頭停了 可能是前面箭塔差太多 也沒有挖下面這一塊複石 好回去下方 五個防務 開始用駱駝攻兵 好 那VIPER現在遇到大量騎兵爆的狀況 是選擇了打飛刀努獵手 那這就有點尷尬了 飛刀努獵手打騎士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因為他本身跑不贏騎士 血量上體質也比騎士的血量還要少 好 傷害跟騎士卻差不多 攻擊速度也比騎士低 所以打飛刀努獵手並不是很好打 打路頭工兵也打不太贏 所以我覺得瑪麗這邊最好的策略 就是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打飄漢精神 然後轉巨頭 還有這個 不怕 還有自己的 大洛馬 好沒有大洛馬 他只有清血兵 清血兵墮駝 墮裝騎士 直接走一個騎士爆 然後打伯伯人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攻兵繼續反擊 但是攻兵沒有搭配到後面的落伯攻兵 好 這裡補了好多城堡 直接三根城堡 圍殺一根城堡 這是什麼畫面 好 這裡搜村 不搜村嗎 直接往上走 就去蓋堡 原來伯伯這裡沒有點單倒雪 打得有夠 這裡農田三片 現在八隻飛刀努獵手 看一下這裡 好 後面有點危險 攻兵死得有點快喔 哇 MIPER這邊 攻兵沒有空好 好 MIPER這邊 果然還是要出去打 黑刀女獵手了 好 那剛剛以上這些 想法 是我 存儲我個人 好 那MIPER他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打飛刀 那飛刀一成型的話 也是有殺傷力的 只是 比較害怕 弱頭攻兵 弱頭攻兵有射程上的優勢 而且還有這個射擊速度優勢 哇 這個復兵真的是很痛 好 飛刀女獵手被解掉了 好 MIPER這邊繼續爆 飛刀女獵手 復衛擊出一點下 這邊是確定了 飛刀女獵手 一定是當初阻力了 他可能想 飛刀女獵手 雖然射程短 但是打騎士跟馬弓 整個駱駝兵 都有一定的傷害 並沒有屬性祥可的問題 確實是如此 呃 是這個打法呢 是要捨棄自己 上帝王時代的一個想法 才有可能誠實的 因為這個飛刀女獵手 也蠻吃肉的 並不是那麽便宜的 而且剛剛科技都還沒有點 這樣才剛補下 步兵台甲跟義工 好 這邊趕快繼續秀 最近的BIPER很喜歡玩飛刀啊 這要是我絕對玩不起來 直接被弱頭弓兵射爆 哇 好 在後面補了一些 飛刀女兵手 又開始反擊回去了 那現在肥龍的問題是 要不要趕快生帝王時代 但是這邊被壓一根堡 可能就難生了 來和這邊捨棄掉自己上帝王時代的可能性 轉彎打這個鴨寶策略 飛刀開始在拆除農田 好 這裡飛龍 拉了非常多村民來蓋一根城堡 這個高底堡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欸欸欸 這個村民這個村民 尷尬 好 飛龍確實把這根堡蓋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蠻重要的 對於他的正面來說 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BIPER決定是進攻插寶 飛龍這邊是點下帝王時代 來 BIPER為了打飛刀努獵手 自己利用時代捨棄 然後轉彎打飛刀路線 好 這頭飛刀走進來 想要直接手撕箭塔 這根箭塔應該是瞬間被拆除 問題不大 哇這個鞋量掉得太快了 搞定 繼續丟 好 下面這根箭塔 也要被拆掉 哇 但是 瑪莉的飛刀努獵手 真的害怕見死啊 那位神道地龍時代的飛龍 有三級色化學 這些飛刀努獵手 待會存活的機率就更低了 哇 這一波飛刀沒有控好 損失了非常多數量 VIPER應該要被解掉 哇 直接屌吃 飛刀努獵手 真的是一個好選擇嗎 VIPER 好這裡衝車 配飛刀努獵手 開始繼續突進 好那 飛龍這邊要趕快 高速量產 大量的駱駝鋒兵採血 還有辦法擋住VIPER的正面 因為單靠騎士來說的話 打起來是很容易被換掉的 因為飛刀努獵手會走A 所以駱駝鋒兵 是打飛刀努獵手的首選單位 好這裡補了一些馬丘 現在弱一點太夠 好 VIPER這邊要點帝王Style 停飛刀 點帝王 好 這邊還讓飛刀努獵手上車 好 如果我這邊上帝王 會帝王勸退嗎 應該不會 VIPER這邊 不太會被帝王勸退了 好 自己經濟沒輸 分數也沒輸 沒理由會被勸退 好 地王Style還有3分鐘 現在村民數差距132吋 對91吋 村民差距約為40吋左右 VIPER的村民數是搖搖臉先啊 好 4台衝車 開始往前衝 飛刀 與衝車 這個搭配組合相當喜特 哇 飛到這裡打得非常開心 OK 這裡看起來是正面穩穩的拿下了 好 沖車拿下之後 波波人這邊在等化學 OK化學三級勝 攻擊力11點 右邊這裡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但是VIPER已經先行蓋寶 預測再預測 這裡駱駝弓兵要思考一下 要怎麼解這一坨飛刀女獵手 現在是數量上的問題啊 現在駱駝弓兵數量上不夠多 黃金跟木頭的產量太少 薄薄的基本資源不太夠了 不管是肉啊黃金都不太行 重要的黃金也被控了下來 烏駝弓兵這裡抓一下 好 抓了幾隻村民 烏駝弓兵也 飛刀好快啊 還有這個先手必勝的射性 但是正中間這幾台衝車 暫時無甲 這個衝車到處都根 沒想到VIPER不是用巨型投資機 而是用衝車開始慢慢督 OK 馬上點下了金瑞飛刀女獵手 好 駱駝弓兵 六隻還在絞殺這邊的村民跟飛刀女獵手 現在飛刀女獵手一直在下水餃 好 這裡裝城堡囉 這裡沒有辦法秒殺飛刀女獵手 就很難打了 這兩隻應該是打不了 好 現在肥龍還在努力爆駱駝弓兵 駱駝弓兵現在很難成形起來 好 木頭不太夠 爽一些騎士 當肉盾擋一下 好 這裡重裝騎士硬點 這邊點下去有機會嗎 喔 VIPER這時候點下了金罐 飆悍精神出來了 待會肉馬攻擊力有14點的傷害 跟一隻騎士的傷害差不多 非常可怕 馬力人的肉馬是要特別小心的 好 這裡飛刀繼續丟 哇 這個飛刀 跟我的飛刀怎麼看起來不太一樣 駕駛員不一樣 單位屬性會變得不一樣嗎 OK 那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所以肥龍打出了GG 這一把肥龍最後是丟失誤了比賽 那我覺得VIPER這邊是打得不錯 肥龍也打得不錯 那兩邊的一個問題應該是 在VIPER打3TC那一瞬間 應該就是贏了一半了 應該是十拿九穩的狀況 那肥龍也是第一時間趕快去插寶 單TC插寶 但是就算插了這根寶之後 VIPER這邊直接用三根城堡 圍繳這根獨立堡 所以造成肥龍沒有辦法 繼續從這邊進攻進去 讓VIPER這邊 發展非常的順暢 經濟非常的好 直接農商地用時代 用經濟壓制打贏了肥龍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VIPER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木材稍微輸了兩百 但其他資源都是贏 甚至資源贏得快要一倍 是已經一倍了不是快要 食物也是贏了大概七八千左右 而且還有私生物 相當絕望的經濟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訂閱 好夕快